紧接上笔 无赖大妈偷我快递 我反手送她吃蟑螂 我回到家后 只听隔壁嚎的一声 不出意外 意外应该是发生了 过了一会 只见救护车都来了 两名医护人员将老太婆抬上了担架 老太婆的儿子给我打电话道 你哥们故意害人是不是 我妈刚打开你的快递 几百只蟑螂一下就飞出来了 爬了她一身 我妈被吓得心脏病直接犯了 现在在ICU呢 赶紧过来赔钱 我假装不知道 不是 这什么跟什么啊 你妈进ICU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在港僧魔啊 你少在这跟我装傻 那个快递一定是你故意放在门口 让我妈拿的 你这个人心怎么这么脏呢 我们家不就用了你几天的无限吗 你至于这么嗨我们家吗 顿时我感觉自己又被道德绑架了 大哥 我提醒你一下 你母亲那不叫拿 那叫偷 我的快递一直都是放在门口 快递员都能给我证明 而且我这个月买了三只螳螂 快递里的蟑螂是他们的饲料 我又不知道是你母亲偷的 而且我发现被偷后 我还在门口喊了 你现在因为你自己偷我东西进医院了 你还敢反过来怪我 说完我便挂断了电话 顺带把这电话也拉黑了 另一边 怎么样了 他什么时候来交钱 老太儿子满脸通红 那小栽子不承认是他干的 而且还把我拉黑了 什么 不来交钱 他的快递 他下的套 他还想付一些责任 不行 你得赶紧想办法让他来交钱 这一天一两万块 咱们哪儿扛得住啊 老太儿子想着想 我去找局委会的人帮忙评理 我还就不信了 他把咱妈害成这样 难道一点责任都不用付 妻子也点点头 对 治疗费 住院费都必须他出 而且还得赔给咱妈 至少一百万的精神损失费 一分钱不能少 很快 老太儿子便来到了社区局委会 以他自己的口吻将事情复述了一遍 您说说 这个小栽子是不是太不适的东西了 出事而了 不说赶紧到医院 看望一下老人家 把钱给交上 他居然还对我 还把我电话给拉黑了 可没想到 听老太儿子说完后 局委会的工作人员 丝毫没有半点同情 甚至对眼前的这个人 有那么一丝厌恶 王先生 偷快递是违法的 您母亲违法在先 所以责任应该您这边自己承担 一听这 男人瞬间不乐意了 你嘴怎么这么臭啊 什么叫偷啊 我妈那是看他不在家 而且最近又经常发生 快递丢失的事 这才好心拿回家 帮他保管的 现在出事 当然得由他负责了 先生您有所不知啊 首先在法律意义上 只要不得到施主的允许 甚至拿人家快递 无论你出于什么目的 都会被定义为偷窃 退以万步说吧 既然是保管的话 那为什么您母亲 会私自拆新先生的快递 私自拆别人快递是违法的 由政法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私自开拆 隐匿 毁气他人邮件 冒领 私自开拆 隐匿 毁气 或者非法检查 他人邮件 快件 尚不构成犯罪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这一套专业术语 也是向着男人 说不出话来 他没想到 居委会竟然将责任 怪在了母亲身上 无奈 只能回到医院 怎么样 办妥了没 男人摇头沮丧道 居委会的人 说责任是咱妈自己的 不愿意出面调解 什么 这群拿工资 不干人事的垃圾 就知道欺负若是人群是吧 我们找律师吧 一定要让他赔钱 很快 两人来到了一家 律师事务所 请到了一名 专门打这类官司的律师 张义达 大概了解了 全部过程之后 张义达有点纠结道 王先生 王太太 这件事的责任 的确全在您母亲阵 真打官司的话 打不赢的 什么 不是 坏地 我可以对天发誓 绝对是他故意 放在那张我妈拿的 这咋就他一点责任没有了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那这样的话 以后他都用这招去害人 那还得了 听见这番话 最有种的律师 顿时也是无语了 您先别激动 咱们最大的诉求 不是让兴先生赔钱吗 打官司这条路 是行不通了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数数 进行民事调解 由于您母亲这边 受到的伤害太大了 在调解的时候 数数或多或少 会为您这边说说话 所要一些赔偿 再加上如果对方 有主观意向的话 我出面调解 肯定最少能让对方 赔偿你十万 一听有钱了 壮汉也来进了 好 张律师 就听你的 我们去找数数 紧接上级 无赖大妈 偷我快递 结果被下进ICU 此时 我刚整理好前几天 发贷物业群的聊天记录 以及监控录像和叔叔 给我开的快递 被偷证明 突然我接到了叔叔的电话 秦先生 王大妈一家现在在局里 需要你过来一趟进行调解 好的叔叔 我这就来 随后我立马赶到了派出所 眼前除了大妈儿子和儿媳 还有一位最有种的律师 张律达 秦先生 关于您快递的事情 王先生还报警 按照流程 现在是调解阶段 我点点头 行 调吧 秦先生 调解的话 你也可以请律师的 需不需要打电话叫过来 今天这事儿 没必要 我自己就能搞定 紧接着张律师开口道 秦先生您好 我是王先生跟王太太的委托律师 我叫张义达 是这样的 我的委托人 就您故意放贷张郎的快递 还他母亲住院一室 想向您索要一些必要的赔偿 当然 这个赔偿不会太夸张 这个您不必担心 我敲了敲桌子 张律师 请注意你的用词 在没有我授权和允许的情况下 无论对方出于好心 还是恶意 拿走我的快递 都属于偷窃行为 所以 不是我故意放快利害老太太住院的 是老太太偷窃我的快递 导致她住院的 前因后果 我希望你能说清楚 不要混淆视听 另外 无论对方所赔多少钱 哪怕是一分钱 我也不会赔的 我没有责任 也没有义务赔偿 如果你愿意 可以走法律程序 我相信法律会给我一个公正的答复 话音刚落 大妈儿子就急眼了 你 你怎么这么恶毒 明明是你故意放快递 让我妈去拿的 这才害她住院的 你现在不负责任 也就算了 还说这种 污蔑老人家的话 你还是人吗 我没有理会像 风狗一样的男人 张律师 你看看你委托人的态度 就算我对老人家心里 有那么一丝丝丝丝丝丝的歉意 你觉得我还会愿意赔偿吗 见状 张律师给男人 是一下了眼色 兴先生 我认为 您还是适当的赔偿 一些钱比较好 这样对双方而言 都算是一个满意的结果 我之前进行过调查 您其实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 除了外卖 并没有让快递员 把快递放在门口的习惯 但是事发当天 您却故意让快递员 把这装满蟑螂的快递 放在了家门口最显眼的地方 综上所述 张律达立马站了起来 以及其压迫的语气说道 我认为 这足以证明您就是故意 故意让我的委托人 去通您的快递 我呵呵一笑 首先 我先回答一下您这个问题 的确 我之前并没有 放快递在门口的习惯 但是那天 我不在家 加上这破快递不值钱 所以没放在心上 让快递员丢在家门口了 以前 我没这个习惯 现在我有了 有问题吗 那你这习惯有的时间 节点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我依旧保持您是故意 放快递在那的观点 除非您能拿出证据证明 您不是故意的 要证明是吧 好 我拿给你 我先是将自己 在业主聊天群里 这半个月的聊天 记录截图拿了出来 我买这些宠物螳螂 时间很久了 业主群里的人都知道 我喜欢在群里晒螳螂 同时也都知道 这些螳螂的食物是蟑螂 所以我网购 蟑螂这一点 是我故意的吗 张律师脸色一僵 摇了摇头 接下来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的录制时间 是我在快递刚丢 顾酒后录制的 我在我家门口 骂了那么久 整层楼的邻居都听见了 那个时候老太太还没拆快递 也还在家 她耳朵也没任何问题 绝对听得见我的骂声 我想请问张律师 这种情况下 能不能证明 老太太的行为是偷窃 而且还是明知道 是我丢快递的情况下 故意不归还的 张律师勉强的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随后我又将聊天 记录找了出来 你看我在丢了快递的第一时间 已经去通知物业经理 赶紧帮忙找偷窃者 那个时候 老太太依旧没有拆快递 她也在业主群里 能看到这条消息 此时最有种的男人 不免有些虚了 张律师 别急 还没完 我还有别的证据 事发的第一时间 我就来找鼠鼠报案了 就是这位鼠鼠同志 接待的我 快递里有什么 价值多少钱 她知道的 一清二楚 事发之后 我该提醒的提醒了 该找物业 我也找物业了 该报警 我也报了 可偷窃者 就是拒不归还快递 甚至还起了贪心 这才导致了这场悲剧 我想请问一下您 整个事件中 我有任何责任吗 提醒 找物业 报警 该进的责任 我全进了 你还想让我做什么 荒荡一声 张律师 摊坐在了椅子上 我提供的这一套证据链 完全让他找不到破绽 当然 张律师是专业的 我还是那句话 在这件事上 我不认为 我有任何的责任 更不应该赔偿一分钱 所以 我不接受任何人 任何形式的调解 甚至是道德绑架 如果觉得我有问题 可以去告我 我相信 法律会给我一个 公平公正的杂户 张律师扭头道 王先生 王太太 这件事对方没有责任 对方也不接受调解 所以 我也无能为力了 此时 女人也忍无可忍了 因为她认为 整个事件 自始至终 自己家还是受害者 她怎么就没责任了 就算她证据再多 是她的快递 害我妈住院的 这总是事实了吧 光凭这一点 她就应该赔偿 叔叔这时也开口道 王太太 你别无理取闹 我在强调里面 快递是正常放在 星先生家门口的 是你母亲进行了偷窃 并且在事后 明知施主是谁的情况下 还去违法拆人家快递 如果你觉得不满意 那就去走法律程序 调解结束 星先生 你可以走了 一听到证 男人和妻子彻底郁闷了 没想到上跳下 窜半天 我是一点责任也没有 本以为 事情要结束的时候 我忽然得反了回来 叔叔 老太太偷我快递的事 还没解决呢 这是我快递的订单记录 麻烦王先生 赔给我30 其实